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算是中规中矩 然后我们看看中间红娘 我们用红娘会比较好 红娘越南 然后《越南青天报》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再次证明朝月关系是历史性的 劳不可破的 做红娘总是这样 成了是她的功劳 不成了 他说我跟两边关系很好 以后还有关系 但是他就是不说美月关系 其实美国人真的不能去河内 这地方风水不好 去了以后混沌 心碎 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朝中社 朝鲜 另外一个东道主 你看 是这样说的 魔鬼都在细节里面 他说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议 二日会谈举行 啥也没说 就说发生了一件事 这事情的结果呢 他就不说了 然后《明报》的报道 今天凌晨一点钟 我们大家都睡了 然后后来朝鲜的外长 在河内举行的一个记者会 出来有话要说 其实这个事朝鲜的反应还慢了一点 过了24小时 终于想明白了 凌晨一点钟举行记者会 要说明白 就说明问题还在美国这边 美国这边是什么样呢 香港的经济日报报导师说 漫天要假 戚风对手特金 一起碰了一鼻子的灰 这个事其实你看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些将还是老的了 台湾的联合报 你看我们的老编辑 祖国宝岛老编辑说 预告八个月 剧本没写 这一下子把这个魂给点出来了 然后当然这个纽约市报纸说了 双方都是互相指责对方 这个both side point fingers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所以香港经济日报纸这样说的 坏协议不如没协议 双方其实还并没有闹翻 这个其实是特朗普 包括今天美国国内的一种说法 然后还有一个内幕告诉你 台湾联合报道报道说 特朗普本来是要签字的 然后蓬佩奥告诉他不要签 本来是昨天下午 大概两点钟左右的时候 是特经两个人要联合出来 军记者会 如果那样的话是谈成了 结果没谈成也是两个人 但是金正恩换了蓬佩奥 所以看样子蓬佩奥在后面 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了 好了 我们看看特朗普 在记者会前面 在记者会后面 他发表了很多言论 发表了很多言论呢 当然这个时间有限 我就不再跟他人念了 当然赶紧去看一下 当然要注意到后面一点 最后一点 我随时准备好 放弃任何协议 后面这句话很不友好 我不知道该不该念 如果中国不配合 我回中国 我对中国也会如此干 这个团队里讲 对我们三月份 三月下半旬 他就说有30summit 要给我们签协议的峰会 其实提出了一个警示 第三步 我会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 好了 然后我们看看韩国 前几天我不是说了吗 韩国现在是最不确定的 如果谈好了 没什么韩国的事 韩国觉得被甩掉了 谈得不好 韩国又觉得有他的事 但是不是好事 坏事全部临到他头上了 现在这个战争的乌云散开了 以前我不是说散开了 没有散尽分分钟可以回来吗 现在大家就非常的担心 这个散开的乌云会不会回来 有人开始出手主义了 美国国防部的 这个新条级报纸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本来 每年三十岁分不较高 每年联合军事演习吗 那现在既然谈崩了 那就搞吧 我说这才叫真正的收主义 这个现在是战略性能非常脆弱 你要加紧他的脆弱吗 好了 这事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先看看金正恩 金正恩这两天 可能要马上开始对越南的一个政治过失 反而难得 到了越南 红娘家里的 然后到回程途中 还要途经北京 跟我们的领导人要来谈一谈 这个我们的外长 昨天已经接了朝鲜的副外长 我们表示这好事多么 你看非常的大度 中国还是非常的大度 好 来我们看看第三只眼睛 第四只眼睛 第五只眼睛 看看德国的《明镜周刊》 是怎么报道的 非常有意思 这用词用得非常好 他说本来 特朗普是想特经会谈好了 开始谈 两次谈好了 然后谈成 谈成以后获得一个诺贝尔奖 然后他说 哈雷 哈雷 其实是河内 我不知道英文里面有没有这个词 德文里面一说我们去浪漫 说我们去上海 因为上期三十年代留下来 上海是浪漫之都 东方巴黎 一说这事不行 这事是河内 那就是梦碎和混沌之地 所以看来我说了 美国人真不能去河内 这个才过了四十年 多一点时间 这个梦 这个里面还阴影未遂了 所以德国的《明镜周刊》 是这样说的 获得努贝尔奖吗 哈雷 这开玩笑 你要梦断在那里的 还差不多 清华台 现在就表示了 他说对特经会的结果 表示遗憾 但是还是盼望继续的对话继续 我觉得现在关键问题 还在韩国 韩国能不能把美国国内的 那些强硬派给搞定 说今年三月底到四月初 你这个军事演习 照常不举行 这样才给金征一丝安慰 要不然你一边举行军事演习 他那边马上就开始搞起来了 给你搞几发核导弹 什么的 吃不了多的走 然后整个的打回原点 所以德国的《明镜周刊》是说 首尔呢 Soul is not sour Soul is entoiced 因为这个思念 差不多一个是Soul 一个Soul Soul就是酸力溜 他说首尔没有酸力溜 首尔更大的是失望 我要说首尔是沮丧 第三部分我给大家讲 这个沮丧至于 其不确定因素 还在不断地上升 好 有关这个问题 这个文战营到底是输家还是赢家 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德国的男的医师不知道说 I'm going to build for North Korea 是一个他的一个大哥 大哥还是小哥我们不知道 但是反正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安倍觉得很高兴 安倍说支持美方的决定 其实结果不错 其实日本人 后面这句话不太好听 本来就是捡钱包的 捡钱包 他觉得现在大钱包没捡到 捡到个小钱包 然后他自己说了 按照这个越南青年报道报道说 这个安倍先生说 我盼望马上能够见到金正恩 既然是说 美国人拒绝金正恩是好事 你为什么马上要见到金正恩 捡钱包 这钱包不是为了朝鲜契合 或者朝鲜契合对他来说 是个幌子 他要解决朝美之间的 朝日之间的一个双边的人质问题 好 现在我们看看朝鲜 这个昨天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没谈了 没谈了 主要是双方的要效比较高 特朗普说 你应该把这个把这个去掉 那个金正恩说 我先把言边的去掉就可以了 特朗普说我们的情报说 你们还有更多的东西 然后金正恩说 你们怎么知道的 然后就这么一来一回 有关朝鲜的制裁的问题 现在香港的明报有大幅的报道 这个关键问题 韩联社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说这个阵容不对的 美方昨天出席了五个人 朝鲜有一张空椅子 空椅虚带 只出席了四个人 这个审讯会在今天 香港新报写这篇文章说 美朝峰会2.0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信报一篇受人非常有意思 他说一定要防止特朗普金两个人 有情人变成仇人 其实有仇人变成情人不太容易 有情人变成仇人是很容易的 之前不是说 Air in love 空气中都弥漫着爱的氛围 去年的这个时候 特朗普说 我跟金正恩两个人爱上了 现在爱上了吗 爱上了吗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恐怕 现在关键问题 绝不能成为仇人